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叫做真空语压 真空语压呢 它使用的是软土性质很差 土源紧缺 工期呢比较紧的软土低基的处理方式 那么这个呢 它也是有一个什么呀 我们的数项排水体 只不过呢多了一个真空 我们来了解一下 就首先呢 我们提前呢 在软土里边呢 打入沙井或者说是塑料排水板 然后呢 在摊铺我们这个电层的时候呢 干什么呀 埋入这么一个抽真空的真空泵 叫真空系统 之后呢 在周围呢 用一个薄膜呢 来做密封 好 大家想一下 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基礼呢 是这样的 既然说呢 是一个密封的状态 那么我往外抽气 往外抽气的其实同时呢 哎 我们的水 它也就往上走了 对吧 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里边的压墙呢 是变小了 而我外面的大气压墙呢 是比较大的 就利用这个大气压墙 把我们这个软土呢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固结 你想想水走了 只受空隙了 对吧 受空隙了之后呢 哎 我们用大气压墙 把这个软土呢 来给它做个压实固结 好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现场的实图 对吧 就是已经呢 将我们这些真空系统呢 给它埋设进去了 然后呢 上面呢 用我们的薄膜 来做一个密封 好 来看一下相关的规定 首先呢 这个密封膜呢 它的连接 一层热核连接 进行 缝呢 要进行一个搭结 对吧 搭结呢 是防止漏气 搭结的宽度呢 不能小于15毫米 绿管呢 距离泥面 沙电层的顶面呢 均用大约50毫米 绿管周围呢 用沙填石 不得架空 不得漏填 就是呢 我们这个绿管 对吧 哎 他懂吗 他要距离我们的什么 沙电层顶面距离 要大约50毫米 就下边是泥面 我们来看啊 这里呢 是泥面 要大于50 上面呢 是沙电层 要大于50 就中间 我们说 距离下边 要高于50 距离上面 要大于50 啊 好 之后呢 绿管的周围呢 用沙填石 不能用架空 露填 这样的话 我们的水引上来之后呢 你如果说是 咱们说了吗 架空了 对吧 水引上来之后呢 它流向哪去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下面是不能露填的 水上来之后呢 能够很好的给它吸走 好 密封膜的周边呢 优当埋入密封沟内 密封沟的宽度呢 意为0.6到0.8米 深度呢 为1.2到1.5米 就是呢 我们这个周边 对吧 埋到这个密封孤里 啊 宽度0.6到0.8 深度1.2到1.5 真空表侧头 用到埋于 沙电层的中间 每块加固区 不少于两个侧点 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真空 它抽的怎么样了 啊 那么真空 一般二老这个顺序来走 对吧 第一个呢 就是打入我们的 下面这些 竖项排水体 就是安装排水系统 然后呢 在埋这个沙电层的时候呢 把这个真空系统呢 给它埋设进去 之后呢 我们进行 薄膜的密封 对吧 密封系统 接抽气 这是它的施工顺序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叫什么 叫真空堆载联合预压 好 又说白了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不光呢 借助大气压强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大气压强呢 它到零的极限以后呢 就不够了 对吧 那好 我们在上面呢 在堆载进行一个联合预压 哎 进行图体的一个固接 那这里呢 有个顺序 这个属于案例的一个问答题 就是呢 我们进行真空堆载联合预压的时候 该如何去操作 首先的话 第一个呢 是先抽真空 对吧 当我们这个真空的压力呢 达到设定值以后呢 再在上面进行一个堆载 并继续出气 啊 这样的话 进行一个联合堆载 保重呢 软土的一个固件 好 这是我们说 它的一个试图 啊 在施工的时候呢 要加强监测 来看一下 在预压的过程中呢 进行磨下真空度 对吧 孔系水的压力 表面的沉降 深层的沉降 以及水平位移呢 进行个监测 了解一下 一般呢 真空度呢 是啊 每四个小时呢 来测一次 前面呢 不说了吗 我们说已经在这里边 埋设了相关的真空表 那就每四个小时呢 来测一下 里边的真空度 之后呢 地表的沉降 每两个小时 测一次 你想想吧 我们有大气压墙向下压 我们有堆载向下压 对吧 压的时候呢 土体之间 它不就固结了吗 固结的时候呢 把这个空隙都压实了 那肯定会有个沉降啊 是吧 表面沉降 是每两个小时呢 测一次 那什么时候停止这个堆载预压呢 好 又是一个问答题 对吧 好 当连续五昼夜 实测地面沉降 小于0.5毫米 每天的时候 第一个啊 连续五昼夜 我的下降呢 每天下降 小于0.5毫米 你想想 每天就下那么一点点 下那么一点 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降了 对吧 第二个呢 地基的固结度呢 已经达到设计值的80%的时候呢 经过验收就可以停止出真空 来问你 什么时候停止出真空啊 第一个 对吧 连续五昼夜 实测地表下沉 小于0.5毫米 每天 第二个呢 固结度达到设计值的80%的时候就可以了 啊 然后停放卸载后24小时 还要做一个地表的回弹值 测一下 对吧 可以有一种回弹 啊 这几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都是在规范里边 给大家做的补充 还是要掌握一下的啊 尤其是这个 好 再来看我们第四个叫做力料桩 那么力料桩呢 它主要呢 是做的是加固 对吧 我们前面的树向排水体和真空堆载浴压的话 那么它都是进行一个排水固结 而我们力料桩呢 我这个时候呢 我不排水了 我直接给你做成一根根的力料桩 来提高这一部分的承载力就行 那它的施工工艺呢 有两个 一个呢 叫振充置换法 一个呢 叫振动尘管法 那两个不一样的工艺 我们后面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 来看它们的适用范围 振充置换呢 适合的是抗减强度 不小于15千帕的软土低阶 振动尘管法呢 适合的是不小于20千帕的软土低阶 好 你来看两种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振充置换 通过我们这个地方 向外喷出高压水 之后呢 将软土呢 给它喷出这一个树直的空虚桩 然后呢 往里边呢 倒入力量 对吧 做成一根根的力量桩 而这个振动尘管法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什么 带装杀井 用那个尘管机 好 那你看 它的 它是一个空虚的套管 然后端部呢 其实呢 往下打的时候呢 是一个密封的状态 就是闭合到一块了 当我们打到事情位置之后呢 这里打开 我们往里边投入力量 边投边往外拔管 对吧 最后呢 一根根的力量桩 就打射出来了 好 来看它们具体的工艺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十字板的抗减强度 就是呢 我们把它插进去之后呢 进行一个搅拌 看你能够承受多大的一个抗减 那来看 在施工前呢 要进行重装工艺和重装紧密的实验 就是我们如何呢 去做这个桩 对吧 这个桩做好了以后 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重装工艺和重装紧密实验 力量桩呢 一从中间向外围或者间隔跳打 临近结构物的时候呢 沿着背离结构物的方向呢 进行一个施工 从中间向外打 或者怎么办 背离我们的结构物往远处 往远处走 这是力量 你想啊 这是结构物对吧 然后呢 往远处的话力呢 是慢慢的向外扩散的 你如果说是面向结构 往里边走的话 那我们的力呢 都集中在这个结构物的附近了 好 从中间向外或者间隔跳打 临近结构物的时候呢 要背离结构物的方向 当振充器呢 达到设计深度之后呢 一停留一分钟 然后将振充器呢 向上提到孔口 重复的下沉 提升两三次 来扩大孔径 把孔内的泥浆呢 变息之后呢 再开始填料制作 这个呢 说的是我们的第一个 叫做振充置换 比如说白了 我们通过这个高压水呢 已经做好了这个桩了 对吧 但这个时候呢 它的直径呢 是比较小的 不方便我们向下进行一个填料 而且呢里边呢 你想我既然喷水 水的话跟这个泥浆发生反应 那形成了一个特别浓稠的泥浆 那么我们往下施工的时候 阻力呢是比较大的 所以那我们要反复的来做那么几次 把这个直径呢 给它扩大一下 把桩内的这个泥浆呢 给它变稀一点 这样的方便呢 我们下料 好 来看啊 这个要怎么来考呀 如果要考暗立体的话 它会这样来考 说振充器呢 达到设计师的加固深度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填料制装就行了 不对 怎么办 要重复的下沉 提升两三次 来扩大这个桩的孔径 对吧 之后呢 使孔内的泥浆呢 变稀之后呢 方可填料 你说白了 它是可以考一个暗立的判断题的 啊 施工的工序的话 就是首先呢 第一步呢 是整平地面 提供一个工作面 然后振充器呢 对位 开始进行噩水 成孔 对吧 反复的充了两三次之后呢 我们清孔 开始呢 加料振密 把这个桩呢 给它做好 做好了以后呢 关机停水 我们再去移位做下一根桩 或者我们来看这个图 首先的话 这个振充器呢 就位 然后呢 我们对准 对吧 那么开始呢 进行高压水 达到实际深度之后呢 再上提 反复两到三次之后呢 把这个桩镜呢 给它扩大 把泥浆呢 变稀以后呢 开始填料 填料的时候呢 我们说再借用这个高压水呢 来给它做一个加密 你说老师 那你这个填料之后呢 这个水在这 大家想一下 力量呀 力量的水稳性比较好 你比如说中粗沙 碎石 对吧 它不容易跟这个水发生反应 反正你在这无所谓 我本身的话 我就是提高周围的一个强度 提高它一个承载力而已 所以呢 是不怕这个的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根力量状就做好了 好 这是我们的振冲指换 之后呢 再来看振动尘管法 振动尘管法呢 它是有三种工艺的 这个呢 在20年的时候呢 二件呢 考了一个问答题 就问你啊 我们背景里边是哪种方法 除此之外 还有哪两种方法 好 第一个呢 叫一次把管重装法 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这个套管呢 达到设计位置之后 对吧 我们把装间呢 打开 之后倒入力量 拔出来就行了 这是一次把管重装 好 第二个呢 是逐步把管重装 就是呢 我拔一点 倒一点 拔一点 倒一点 拔一点 倒一点 还有什么 重复压管重装 等我拔出来之后呢 我再打进去装呢 再倒一点 反复的保重这个装的一个效果 好 这是我们三种工艺 好 最后呢 要检查什么项目 就是我们做好了力量装之后呢 要进行检查 只要是装的话 有三个嘛 在我们这里 装的距离 对吧 每一根装呢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什么 作用半径 前面它叫什么 叫紧距 叫板距 然后呢 装的程度 看它有没有有一个足够的程度 有一个足够的承载力 装静 对吧 前面呢叫什么 叫做紧静 好 最后呢 就是力量的灌入率是否满足要求 因为呢 你背景上要提高承载力的 你如果力量不够的话 那达不到好的 结果 最后就是地基的承载力 因为我们要提高地基承载力的 就来检测一下这一块 它是否能够达到足够的承载力 好 三个 这个呢 是通用的啊 装距 装长和装静 剩下两个要着重的去注意一下 哎 力量的灌入率 以及地基的承载力 尤其是地基承载力 好 大家看第五个呢 叫做加固土装 加固土装呢 适合处理的是十字板抗减强度 不小于十千帕 有机制含量 不大于10%的软土地基 好 下面这个地方掌握一下 加固土装呢 包括粉喷装和姜喷装 第一个呢 是喷粉 比如说喷水泥粉 喷石灰粉 喷进去之后呢 这个水泥粉和石灰粉呢 跟软土里边的水呢 发生反应 进行一个加固 第二个呢 就是喷水泥浆 对吧 然后呢 进到我们这个软土里边呢 进行一个固结 然后呢 加固 好 那么在施工前呢 要做两个实验 一个呢 叫重装工艺实验 我们如何去做这个装 选择什么的机械 什么的施工参数 做好了之后 我们这个粉喷装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啊 我们这个浆喷装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啊 是否能够提到这个什么 提高重载力的要求啊 要做重装强度实验 两个实验啊 重装工艺和重装强度实验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材料要求 那么加固土装呢 这里边的这个固化剂呢 一般呢 就用的是生石灰 或者说是水泥 也就是我们的粉喷装 喷的就是什么 石灰粉和水泥粉 那在施工之前呢 要进行重装实验 装束呢 是不小于要五根 其实就是我们说 学做五根 根据这五根呢 来获取相关的参数 比如说 我们向下转的时候呢 要控制在什么速度啊 转到设计位置以后呢 能往上提升 什么速度啊 搅拌的时候 什么速度啊 三速 对吧 转进提升和搅拌 这是我们的钻机 那好了 我们要往里面喷什么 喷我们的什么水泥粉啦 我们的石灰粉啦 这个时候呢 是有喷气的压力的 以及单位时间里面 我们要喷入多少 三速啊 转进速度 提升速度 搅拌速度 喷气压力和单位时间喷入量 这个呢 我们是通过重装实验 来获得的 记者案例的问答题 对吧 通过重装实验 获取什么参数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粉喷装和 姜喷装的一个规定 那这个呢 在20年的时候呢 已经烤了一点了 但是啊 你要记着啊 这个点呢 还是总体来说 都是比较重要的 希望大家呢 还是当做一个重点呢 来做必烤 啊 好 来看具体第一个 那我们的粉喷装呢 在钻进的时候呢 要保证连续喷射压缩空气 保证呢 喷灰口呢 不被堵塞 钻杆里边呢 是不进水的 其实呢 就是我们钻杆呢 是空心的 你钻到实际位置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钻杆呢 向外喷水 你要喷石灰 大家想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一个空气的话啊 好 往下钻的时候呢 这个钻杆呢 就会被强行的进入什么呀 水啦 或者是泥浆啦 对吧 这个喷灰口呢 会不会堵塞 所以我们就长时间的去连续喷射这个压缩空气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口这个地方呢 如果有堵塞的话 也就可以冲开了 同时有个压力在这的话 也不会往里边进水 好 然后呢 当我们钻到设定位置以后 我们要开始进行拔杆了 拔杆的同时呢 要开始正式的喷灰了 那怎么喷呢 大家看啊 提升钻杆 喷粉搅拌时 应当时啊 钻头反向 边旋转 边喷粉 边提升 什么意思啊 本来呢 我们是假设的话 是这样转下去的 对吧 现在的话 我们要进行一个拔杆了 那好了 我们是这样旋转 向外拔 就反向了 为什么呀 就相当于呢 我们下去之后 开始喷粉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转向的时候 提到一个搅拌的效果 反向旋转 边旋转 边喷粉 边提升 当钻头呢 提到距离地面 0.3到0.5米的时候呢 就可以啊 停止喷粉 因为里边呢 可能还有一定用的粉 对吧 直接呢 用我们杆里边呢 来做一个 最后0.3到0.5米的处理就行 好 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 从来没有考过 但是这个是案例的一个计算题 所以说我们做好了这一根桩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腹脚 腹脚多少呀 整根桩身都腹脚吗 不是 我们要根据这个桩长来走 桩长呢 有两个啊 一个呢 是大约5米的 一个是小于等于5米的 如果这个桩长呢 小于等于5米的话 我们就直接装身全肠腹脚就行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桩长大于5米的话 我们就要给它选择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来腹脚就行了 那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话 它又分为什么 如果说它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大于5米的话 就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大于5米的话 那我们就按照实际去做就行 就是实际多少就是多少 如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小于等于5米的话 那我们就要腹脚5米 好 那这一会儿说 从地面开始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装长并不小于5米 对吧 或者装身的全肠来进行腹脚 那你说老师到底什么时候用三分之一 什么时候用二分之一呢 比如说考试呢会这样问 说最小腹脚多少 最小 那你来看啊 假设的话 我这个桩呢是15米 那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的话 哪个会小 三分之一的话是5米 二分之一的话是7.5米 最小的话多少 最小的话就三分之一 说到题目里边如果说到最小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三分之一 如果说最大的时候呢 选择二分之一 好 再来给大家出道题啊 假设的话这个桩呢是12米 对吧 12米的话问你啊 我最小腹脚多少 那好 最小的话那就取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话多少 是啊 四米 咱们说嘛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如果小于四米的话 那我们就取 不是小于五米的话 那就取啊 五米 所以一定呢要保重最小值的话是五米 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五米 那假设十八米呢 十八米呢 最小呢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话是六米 那我们就副脚 六米就小了 这是这个计算题 你要学会一个计算 之后呢 在施工的时候呢 要随时注意参数的变化 及时呢进行调整 哪些参数啊 跟前方呢差不多 对吧 只不过呢 它有两个速度了 对吧 第一个呢叫钻进的速度 第二个呢叫提收的速度 没有什么 没有搅拌的速度了 啊 好 然后呢 注意我们喷粉的压力 喷粉量和累计喷粉量 跟前方其实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重装实验 来获取哪些参数呢 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它有一个搅拌的速度 我们没有搅拌速度 对吧 一个钻进速度 一个提升速度 然后呢 就喷粉的压力 啊 顺时喷粉量和累计喷粉量 就是我这一下喷多少 总共累计喷了多少 啊 如果发现喷粉量不足的话 结果就是整装复打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要整装复打呢 你想我们买了一个中性笔 然后呢 我们再写字 写字的话 如果说这个笔没水的话 你会发现 它是立马就没水了吗 不是 它是逐步的变迁变迁变迁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喷粉量不够的时候也是 一开始呢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后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可能这个装呢 到了上边的话 就成了这么一个形状了 对吧 下边的话都是这样 上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那到底在哪个地方没有的 不知道 所以你与其浪费时间去找 在哪个地方没有的 我们直接呢 把这个装重新打一份 好 喷粉量不足 整个装复打 那如果说喷粉突然间断了呢 一下子停电了 那停电好说 就停在这了 对吧 我们也不动它 只不过当恢复供电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怎么把这个钻杆怎么办 下沉一米 就连接 复打啊 只要停在这 只要呢 下沉一米 把这个地方呢 进行一个重叠 是一米 好 做好了以后 如果出现沉庄 该如何处理 这个呢 是20年呢 刚刚考过去的 所以呢它在考的概率呢 就不高了 好 我们做好了装以后 对吧 假设的话 装底呢 重叉力不够 可能会导致呢 部分装呢 是下沉的 那这样的话 相对于原地面来说呢 会有一个洞 那这个洞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说洞的深度 小于1.5米 我们就用8%的水泥土呢 做回田夯时就行了 那如果说洞的深度 大约等于1.5米呢 首先先用速度呢 把这个洞呢 给它做回田 田上回田 然后呢 在原味呢 补桩 补桩的长度呢 要超过孔山0.5米 就说白了 如果测了一下 这个桩呢 假设的话 是1.8米的深度 孔洞 对吧 那我们先用速度 把这桩回田 要原味补桩 补多少 补2.3米 超过孔山0.5米 对吧 20年的时候 考的是这个 你这个的话就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这个稍微 都是案例题的一些问答题 就给问你该如何去处理 好 那这个呢 就一个示意图 对吧 就首先呢 我们先用钻杆 开始向下钻 钻到设定位置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喷粉了 喷粉的时候 本来呢 我是这样去转的 现在怎么办 我反向去转 边旋转 边喷粉 那反向的话 就类似一个搅拌作用了 最后呢 我们边提升 对吧 达到这种位置 然后呢 再去做一个 腹脚 腹脚的话就是 如果这里小于5米 我们就全长腹脚 如果大于5米的话 就取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值的话 也是不能小于5米的 如果小于5米的话 取5米 如果大于5米的话 按照实际来走就行了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第二种 叫做浆盆桩 那么这个浆盆桩 倒是提前呢 做好水泥浆液 对吧 那这个的话 浆液呢 是不能长时间放置的 超过两小时的浆液呢 是应当废弃的 为什么 水泥啊 会硬结固化呀 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 那不就从来够块了吗 超过两小时废弃 那么也是 我们达到是那个位置之后 准备呢 要进行喷浆搅拌时 那也是 钻头反向 边旋转 边喷浆 边提升 距离到地面 还有1米的时候呢 慢速提升 当喷浆口呢 即将出这个地面的时候呢 停止提升 搅拌数秒 保证呢 庄头呢 搅拌均匀 这个浆液啊 要保证庄头呢 搅拌均匀 按照要求呢 做腹脚 腹脚呢 这里没有数据 所以呢 我们按照前面这个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走就行了 那也是随时呢 要关注那个我们的参数变化 两个速度是一样的 对吧 钻进速度和提升速度 剩下的话就是喷浆的压力 前面呢 叫喷粉压力 这那叫喷浆压力 以及呢 我们的喷浆量 前面呢 叫顺时喷粉量和累积喷粉量 这里呢 直接叫喷浆量 如果发现喷浆量不足的话 一样 整装复杂 那因故停浆呢 我们前面倒是要复跌多少 一米啊 这里呢 就是下沉停浆面 0.5米 这里呢 就是复跌0.5米 前面呢 是一米 再恢复公浆之后呢 再去喷浆提升 如果停机超过三小时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僵液呢 可能在这个管道里边呢 进行硬结固化 所以呢 即时拆卸管路 清洗之后 方可继续施工 防止呢 硬结固管 好 这是我们的僵盆状 需要大家注意的内容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说 定位下沉 沉到实际要求 那么开始进行什么 提升 提升的时候呢 就是反向旋转 当然到了施定位置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什么 进行重复的搅拌下沉 就是复打 复打多少 就是按照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来走就行了 好 那检查什么呀 这个检查的话 之前呢考过 广东海南卷的时候考过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希望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第一 前三个是一样的 装具 装镜 和装长 只要是装的话 在我们这里呢 三个通用 装具 装镜 和装长 好 下面的话就是 单装每盐米呢 喷粉量 和喷浆量 每盐米 最后呢 这个的话 就像水泥啊 水泥会形成固结体 固结体的话 要检测强度 只要出现水泥 立马就要想到强度 还有个什么 达到地基 是否有足够的承载力 后边三个 要注意啊 单装每盐米的 喷粉量 和喷浆量 还有强度 以及地基承载力 现在这个强度的话 就是一个通用的答案 大家就是记着 只要出现水泥 只要出现水泥 混凝土 事后一定得检查 它的强度 是否满足要求 好 这是我们这个 但是在20年的时候呢 这里呢 也考过 也考过 你看连着考了两年 对吧 18年广东海南卷 20年的全国卷 我们下期再见